好作品慢慢看 大家好我是本来就慢 一旦减速就会没命 这或许是仗助最快的一次战斗 他只有保持60公里的时速 才能甩掉身后的高速之星 因此少年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尽快找出敌人本体 至于要怎么找 他脑中已整理好两条线索 首先这个替身会特意在隧道内布置陷阱 其次他还要专门吸收对手的养分 看来敌人一定有特殊的理由 选择隐藏在那里伏击 因此现在必须要获得二度隧道的情报 理清思路 少年决定打电话寻求抗议的帮助 可就在他准备停下来 用功用电话时 本以为一直保持时速80公里的速度 可以和敌人拉开差距 然而事实却是 只要自己慢下来 这东西就能通过未到精准定位 然后瞬间出现在身后 换言之 想靠速度争取时间是不可能了 没办法 张柱只能再次驾车离开 可前方路口突然出现一位 推着婴儿车的女婿 如果此刻减速 不但自己会没命 路半也会死掉 所以眼下没有时间犹豫 留给他的选择只有一个 张柱的提升能力 简直将破坏与修复 演绎到登峰造极 看着上风这奇妙离木 婴儿车里的小宝宝 甚至忘记了哭闹 虽然化解了危机 但这样一来电话亭是用不了了 好在渡王亭的热心路人们 及时伸出援手 在最需要时 纷纷用起了一栋电话 随即 张柱幸运地从 等待公司十亿元大客户 回电的上班族 以及试图鼓足勇气 向女方求婚的男青年手中 先后借用电话 此时的康医正准备出去遛口 听到同伴求救 他立刻查询到前两天 暴走组酒驾 撞在隧道入口的新闻 涉事少年全身重伤 现在正在葡萄丘医院 接受治疗 事故出在那个隧道 再加上身体虚弱 需要恢复 这很符合敌人 告诉康医不要挂断电话后 少年压低身姿 以肩不可摧的意志和气概 硬是做到了全速过弯 然而虽逃过一劫 可危机并没有解除 前方依旧是大喊 情急之下 张柱先让疯狂钻石殴击墙壁 然后一个侧身急停 将隧时修复为一毒矮枪 挡下追击 高速之星只依靠气味来行动 所以突然出现的障碍 可以暂时限制他的活动 同时对手的种种行为 也让张柱确定 那个暴走组应该就是本体 他立刻让康医查询那人名字 少年推断的没错 这个嗅觉灵敏的替身使者 当然就是极广的杰作 正是他的弓箭 选中了当时奄奄一息的暴走组小鬼 没想到这个并不被看好的能力者 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看来替身果然与本体的精神力有关 求生欲越强 就越无人能敌 有这样难缠的对手 张柱真的是被逼到绝路 就在高速之星的魔掌 身过矮墙时 猎物居然不见了踪影 原来港口下方有一条排水渠 依靠这条特殊的逃生之路 仗助再次保持住的速度 在凑从复杂的水沟内 他尽可能远离大海 朝阵内方向驶去 然而这样做依旧不能甩掉敌人 因为摩托车的燃油即将耗尽 不过幸运的是 少年总会在危难时找到心仪的补给 他先撞击墙壁 使身体越上高台 然后发动疯狂钻石 轻轻打开停留在前方的汽车车门 等高速之星追到眼前 再从另一侧逃出 接着复原车身困住对手 最后靠修复拽回摩托 利用汽车油箱为其加满汽油 整套操作丝斑顺滑 行云流水 唯一遗憾的是 当少年环顾四周时 他发现自己好像迷路了 医院这边 康姨正在前台焦急地询问 那个在隧道口出过事故的学生 住在几号病房 可面前的护士只知道暗张成办事 而且满脸嫌弃 根本不想告诉他 没办法 这种时候就得靠温文尔雅的回音 打开局面了 画下两个价格昂贵的药瓶 但貌似被接住了 嗯 那就再来两个 在四个瓶子重压之下 护士崩溃了 这要是摔碎 还不得被骂死 他连忙向刚才自己嫌弃的 那个小个子求助 然而康姨则表示 自己准备要回去了 所以到底要不要帮忙呢 护士一听急了 他只能告诉这个恼人的小鬼 你要找的喷上浴烟 在525号房 搭那边的电梯上5楼就能找到 花音刚落 站住的摩托就冲了进来 时间搭配的刚刚好 看到飞职而来的同伴 康姨大声说出敌人的位置 张住了解后 直接冲入一旁的电梯 可身后的脚印 也紧跟着追了过来 尽管疯狂钻石关上了电梯门 但还是稍慢一步 敌人眼看就要从缝隙中钻进来 危机时刻又是康姨控制的局面 经过在战斗中精神力的不断突破 现在的他 已经是个完全能独挡一面的 可靠同伴了 然而回音能控制的目标 毕竟有限 更多的脚印还在追踪 并且都改变了方向 等张住达到五楼 奔向525号房时 从唤起口钻出的高速之星 还是贴到了他身上 即使疯狂钻石牵死抵抗 少年身体的养分 仍旧被无情夺走 以至于在他拉开病房门时 体力不知瞬间倒地 不过少年也终于见到了 那个躲在隧道的替身本体 喷上浴烟 这个暴走族也很意外 他没想到对手竟能找到这里 看得出这活虽重伤在身 但得益于身边几个美女照顾 活得简直比没病的人还滋润 即使满身绷带 也依旧摆出一副王者姿态 他一边喝定美女手下们退后 一边又不停地吸收猎物养分 恢复自己身体 只要再吸收两三个这样的能力者 他应该就能彻底康复了 其实比起能夺取他人养分的替身能力 他受到的看护待遇 才真的叫人羡慕 三个女生居然为谁先照顾他 而争得不可开交 另外玉野还有个过人之处 那就是他的嗅觉 从水果内部烂没烂 当面前女生是否来生理期 都逃不过这货的鼻子 甚至他还能闻出 周围有一个很生气的人 这不因亢奋 体内散发出的强烈肾上腺素气味 究竟出自谁呢 你们可骗不了我 这到底是谁 这生气的味道简直强烈到不行 玉野在筛选目标时 显然露了一个最不该为忽视的存在 那就是东方杖柱 一个此刻肾上腺素味道 强到爆炸的男人 但这怎么可能 高速之星刚才应该把它吸干了才对 怎么还能站起来 要问理由 简单 张柱把挂在旁边的点滴喝了 虽然不多 可营养总算得到了些补充 所以 把你在隧道里抓的那个人放掉 玉野健壮虽有些吃惊 不过马上他就镇定下来 你可别忘了 高速之星还记着你的气味 你也别忘了 疯狂钻石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张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跟对手做的自我介绍 而作为暴走足 玉野看到情况对自身不利 赶忙以受伤为借口 把自己列入到弱势群体 我现在全身骨折 都这么惨了 你难道还要动手吗 所以 有话好说 我相信你不会做出 殴打负伤者这样卑鄙的事情 作为故事主角 张柱当然明白这一点 他怎么可能做出 令人内疚的行为 因此 少年已经提前将对手治好了 怎么样 能动吧 你身上的伤 早就痊愈了 傻了吧唧的玉野 完全没注意到 直到他像招财猫一样 换起自己的胳膊时才发现 身体居然一点都不疼了 既然如此 现在揍你就不算卑鄙了吧 就这样 随着一套向后翻筒两周半 转体两周半 躯体接红脑勺直颗入水 喷上玉野的住院时间 再度被延长 终于亲手揍翻了 这个讨厌的敌人 张柱也感受到了 像在元旦早上 换穿新内裤一样的清爽 当然 无论住院多少次 这个暴走足的护理团队 依旧是常人 无法企及的 而另一边 路半经过及时治疗 身体也完全恢复 只是漫画家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多余 张柱自己不逃跑 还来救他 完全是多余 被这样的人救 还不如死掉拉倒 所以事实证明 千万别指望 这俩人的关系 能变得多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不妨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